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几十年后 专家却发现 知情人的讲述与档案记载迥然不同 这到底是历史记载有误 还是盗墓者的记述有错呢 那么当年在墓园中投下炸药的人 到底做了什么呢 甄妃与光绪皇帝生前不能相守 死后却遥遥相忘 甄妃墓背道遗云的背后 又暗藏着一个深宫女人怎样的悲情人生 真实的情况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档案 盗墓悬案记载 为您揭秘夜道真飞幕 1938年冬天 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河北宝定一线县城外永宁山下 只见有几个黑影儿 在村外的小山坡下匆匆穿过 他们越过马路 翻过了东山坡 又越过了一个小石桥 慢慢地接近一处墓园圆寝 四周一片的漆黑 一切准备就绪 只见一个盗墓者 引出了药链儿 其他众人隐蔽 忽然 就听寂静的陵园上空 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顿时石块崩塌 灰烟 道徒们纷纷跃起 他们聚集在这个墓地的地宫之上 立刻变得喜笑颜看 原来 劝顶被炸出了一个大窟窿 随后 几个人放哨 一个人取宝 大约过了一刻钟左右 那盗墓贼顺着蜈蚣梯子爬上来 钻出地宫 站稳之后 他把身上的马搭子往地里一撂 果然不需刺刑啊 满满的 足有百十来件 金银玉石器物 它是光闪闪 沉甸甸 兴奋中 几个黑影 再一次消失在了漆黑的夜色中 这些盗墓贼 盗出了这么多的宝贝 恐怕人们惊叹之余 不禁要问 这到底是谁的墓 挖坟掘墓啊 这些盗贼怎么就这么猖狂 又轻易地得手了呢 这座迷雾重重的墓园 就坐落于距离北京一百二十多公里的 世界文化遗产青溪陵中 青溪陵位于河北省一县城西 十五公里处的永明山下 八百多平方公里的万年吉地之上 古剑成群 古墓参天 雄伟肃墓 这里埋葬着雍正 嘉庆 道光和光绪四位皇帝 只是这些盗墓贼并没有盗取地灵 他们选中的目标是光绪皇帝爱新觉罗宰田的 《崇飞原寺》中的真飞墓墓 真飞墓位于崇陵以东数百米的崇飞原寺中 与高大的崇陵遥遥相往 走进崇飞原寺 绕行过面宽五尖 红墙绿瓦的响垫 一所一右分别住有两座墓葬 相邻不过八点八米 月台上的薄顶顶部微微隆起 由于长期演应于松柏之下 青砖上青苔斑驳 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在这座原寺中 位于西边的就是真飞的墓葬 那个夜晚发生的事情 被搬上了一幕 主演是陈宝国 这部电影一经上映 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电影的名字叫做 夜到真飞墓 半个世纪前 到底是谁那么大胆 竟闯入皇家陵院中 盗绝光绪皇帝宠妃 真飞的墓葬 各陵除了留有一名 在此世代多年的守灵人之外 再也没有武装人员 做守卫工作了 整个青西陵地上地下的戒户 已是形成真空状态 在此期间 老百姓也可以到邻居 打柴割草 走走看看 随意出路 这就给四谋 捣绝陵墓的步伐之徒 造成了可乘之机 居住在青西陵 陵区内的村民 他们很多人 都是当年 守护青西陵的 八旗兵的后台 他们祖上七八代 那都是拿着清朝皇家俸禄的 专职守灵人 发生在上个世纪 三十年代末的 那次盗墓大案 在这些守灵人的后裔当中 广泛流传 据当地人讲 一九三八年 秋末东初 时局动荡 青西陵附近 凤凰台村 一个名叫 瓜尔家世的满族人 他祖上是七人 他知道 青西陵里面 埋着很多的陪葬宝物 于是 便跟自己的一个密友 名叫鄂世辰的 密谋 要盗铃 取宝 要盗取皇家陵墓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九二八年 孙殿英盗取青东陵 这事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当时孙殿英是动用了 一个诗的命令 虽说真妃的墓 不像慈禧太后 乾隆皇帝的陵墓那么复杂 毕竟 也是暗藏玄机 偌大的一座皇家园林 总共有 灵寝十四座 藏有七十六人 那么这伙盗贼 又是如何选中 真非灵寂 这是一张清晰陵的全景分布图 我们来看一下 当年盗墓贼们 就是根据各陵的地理位置 来推测盗陵过程中的凶险程度 首先 地陵不堵 哪机关太多 难度太大 其次 目东陵 昌飞陵 未知太靠西 距八路军的驻地比较近 盗掘这两座陵中的哪一座 都容易暴露目标 凶夺几少 太飞陵的 离村庄太近 人际多 也容易被发现 和大保险 还有 未知靠北的 岳阁庄等地的 王爷岭 这一带是土匪武装活动的地盘 这帮人 心不守恨 最好 不招惹 这伙人 商量来商量去 最终把目标定在了 重飞远起 理由是 重飞远起 距离村庄比较远 不容易被人发现 比较安全 另外 真飞是光绪的宠飞 随葬的真宝 肯定不少 容易发横财 应该说 对这帮盗匪而言 他们果然是心想事成 满载而归了 只是 这事没过几天 真飞目被盗的消息 就被披露 舆论哗然 当时末代皇帝溥仪 在日寇的扶植下 在中国东北 已经建立了 维满洲国 溥仪听说 真飞目被盗 异常震怒 以保护皇家祖坟的名义 派军队处理 西陵被盗善后事宜 并严令 限期破案 那么 真飞目被盗案 是如何被迅速 侦破的呢 原来 盗墓者之一的李继光 因为酒后 说漏了嘴而被捕 在审讯中 他供出了盗墓的实情 随后 他的同伙被捉拿归案 并被砍头示众 成为此地 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 与电影同名的 文史资料集 夜到真飞目当中 有一些记忆 清溪陵附近 凤凰台村的 鄂世辰 还有官友人等 七人 在1938年度 趁夜色盗绝了 真飞目 根据这些史料撰写文章 也曾经在 北京晚报上 连载过 但是 自从电影放映之后 就开始有 历史学界的专家 对真飞目 被盗案 提出种种质疑 几十年来 围绕着真飞目的旋问 学界 还有公众 议论纷纷 真飞目究竟 有没有被盗 如果有 为何史学界不予承认 如果没有 那么当年在墓园中 投下炸药的人 到底 做了什么呢 据记载 当年盗墓者 夜到真飞目时 曾经使用炸药 即使当年炸药的威力 是十分有限 但也不至于 连一点爆炸的痕迹 都找不到 难道 夜到真飞目的故事 纯属虚构吗 我个人认为 真飞目并没有遭到盗窃 我们国家现在保存 有数量巨大的轻功档案 多年来 清晰宁也通过 复制超路等方式 也收集了许多 珍贵的档案史料 通过对这些档案史料的 研究后 我发现 人们普遍流传的说法 和档案史料的记载 有很多的出入 可以说是疑点重重 众说纷纭 疑点重重 真飞目究竟是否被盗 时隔七十一年 逃脱的盗墓者 是否仍然在世 又能否寻到他 那么当年的盗墓者 从真飞目里 盗出了什么呢 生前身受宠爱的真飞 死后墓中 真的会有丰厚的陪葬品吗 专家又为何坚持真飞目 并未被盗 当然更取决一个人 那就是慈禧 真飞关国 下葬宫女墓地 又是怎么出现在 清代皇家陵园 清晰陵里的呢 档案正在揭秘 当年参与盗墓的 只有一个人 逃脱了抓捕 并存活下来 他就是 瓜尔家氏 如果能找到 瓜尔家氏 进行核实 不就可以了解 当年叶道真飞目的真相了吗 可时隔七十多年 当事人 还在世吗 清晰陵园区里 有一个叫 凤凰台的村庄 村子里住着 一个经营餐馆的人 他的名字叫 关虎君 他的父亲 就是当年的 瓜尔家氏 据他介绍 他们家是 满族乡黄旗 瓜尔家氏 家族的汉姓 是姓关 他的父亲 叫关友仁 他父亲 就是曾经参与 盗墓案的 盗宝人之一 当年 关虎君的父亲 一伙人 盗出了很多的猪口 这之后 关友仁 逃了 几乎是走遍了 全国各地 直到一九六零年 关友仁 才带着他们全家 又回到老家 凤凰台区 而关友仁 在二零零九年 已经去世 关友仁 这个在电影《夜道真飞墓》中的主要人物 在现实生活中 竟真有其人 他又怎么会打起真飞墓的主意呢 抗战期间 同村的若世臣 关友仁认为 真飞是光绪的宠飞 光绪给真飞的陪葬品应该很多 所以一伙人决定 夜道真飞墓 关友仁 和我们儿子的叙述 竟然跟当年被砍头人的笔录口供几乎一致 那么当年的盗墓者 从真飞墓里 盗出了什么呢 据光虎君介绍 当年关友仁一伙 盗上来的珠宝玉器 约六十余一件 渐渐都光滑耀眼 而其中价值最高的一样东西 就是金如意 但盗墓以后人心涣散 为了利益均分 这块金如意 最终用斧子做成了七块 混同着珠宝玉器 分成了七份 各自领了 而这些盗墓人 多数连花钱带糟蹋 时间不长 就被逮着了 并砍了头 按照关友仁儿子的说法 盗墓者当年 确实收获颇丰 可正是 关虎君口中提到的 这些宝物 引起了学者们的质疑 受宠的真飞的墓葬中 真的藏有 丰厚的陪葬品吗 真飞是光绪的宠飞 这一点无庸置疑 从长相上看 真飞压淡脸 双眼皮 五官清秀 神态端庄 这和我们时常看到的 清朝宫廷女子的形象 很不一样 性格上 真飞活泼可爱 兴趣广泛 她擅长书画奇异 双手能写梅花转字 除此之外 她思想新潮 讨厌墨守陈规 喜欢新奇玩意儿 她时常在宫里 女扮男装 与光绪皇帝一同摄影 也许是性格上互补的原因 真飞深受光绪皇帝的宠爱 但是专家认为 真飞生前受宠 并不等于她死后 就一定能够得到后葬 这是基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 和历史环境决定的 当然更取决一个人 那就是慈禧 在规矩多多 礼法森严的皇宫大内 找下南庄 不过是真飞 引发慈禧反感的开始 真正招致慈禧厌恶的事情 是真飞参与了与其身份不相符的卖官活动 而真飞这么做 主要是由于自己的零花钱不够用 那时的真飞一年的利盈三百两 这个花销放在老百姓身上是绰绰有余 但在自小浇灌的真飞面前就略先不足了 时间长了 亏空日渐增多 于是真飞仗着与光绪的亲密关系和包凶之从 即一干小太监一起受贿卖官 东窗事发后 此夕下狱 以真飞干预朝政为由 将他降为贵人 并赐了真飞一丈红 所谓一丈红 指的是用板子则打嫔妃工人 直至血肉模糊 而在现在的档案记载中 真飞是清代唯一被使用过此种刑罚的后妃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 慈禧太后不顾国难名为 携光绪皇帝仓皇西逃 临走前还不忘处置真飞 那一年的八月十四日 皇宫里乱成了一团 真飞表示国难当头 皇上不应该离开京城 慈禧冷笑一声抢来道 你死在眼前还胡逐张声 并且慈禧声称 现在兵荒马乱 洋人要是进来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丢了皇家的体面 那就是对不起祖宗 他让真飞赶快自尽 真飞不从 慈禧太后 命令手下人即刻执行 在这以后 太监崔玉贵还往井中 投下了两块石头 真飞就这样被残害了 那一年他才二十五岁 然后慈禧和光绪 仓皇逃往西安 据传说 在这期间 慈禧一直被真飞的阴魂所困 于是他下令 让人将真飞的尸体 打捞出警 而这个时候 真飞的尸体 在井中 已经泡了将近一年 打捞上来以后 惨不忍得 有一条腿 还是全曲着的 真飞的弟弟含着眼泪 把他的腿捋直 然后装链入关 1901年7月4日 真飞的光果 被运到 富城门外 恩济庄 宫女的墓地 草草白藏 四个多月之后 也就是1901年的11月 慈禧从西安 回到了北京 回京后的第二天 慈禧就下旨 追封真飞为贵妃 这一点 在青史稿中 就有明确的记载 我们特意 为您摘录了下来 上面是这么说的 11月禀子 特与故大学士 李鸿章见子今世 欣某照以真飞 上年训捷宫中 追尽贵妃 真飞虽然此后 被追封为贵妃 但别忘了 她入葬的时候 可还没有被追封贵妃 也就是说 她还是一个戴罪之身 而且还葬在了 宫女的墓地里 所以如此潦草的埋葬 历史学家们就分析 她的光果里 肯定不会有很多的 随葬物品 事情分析到这儿 似乎关于真飞墓 被盗一案的疑问 也越来越多 首先就是 这人都死了 葬也葬了 她又怎么出现在 清代皇家陵园 清西陵里 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的 档案室中 珍藏了一批档案 向后人揭示了一些 鲜为人质的细节 三组数据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1900年 真飞去世 1908年11月 光绪皇帝 在真飞死后的 第八年去世 当时 真飞已被葬在 北京恩集庄的 宫女墓地中 1913年11月16日 在光绪皇帝死后的 第五年 光绪和真飞 竟然在同一天 下葬于清西陵 为什么在光绪帝 和真飞去世多年后 会在同一天 被葬于清西陵呢 这其中 有什么鲜为人知的隐情吗 直到1980年 专家们 终于等到了 破解谜团的机会 这一年 考古人员发现 埋葬光绪皇帝的 崇陵地宫 已经被盗 于是 获准对崇陵 进行抢救性发掘 也是 直到这个时候 光绪皇帝的入殿细节 才大白于天下 崇陵的地宫 为传统的九圈四门规制 木道全长63.19米 四道石门上 各浮雕一支菩萨立像 第二道石门上的菩萨有胡须 其余菩萨皆为女性形象 金圈内靠北墙设有石棺床 棺床正中 安放着光绪棺谷 旁边安放 孝定锦皇后的棺谷 中国历代的皇帝 往往在位期间 就已经开始修建灵秦了 可是 光绪皇帝在位的三十四年中 清王朝是内忧外患 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 日益激烈 导致光绪的灵木 迟迟都没有动工 直到一九零九年 光绪皇帝去世以后 他的丛陵才开始破土兴建 同年 光绪的光果从京城奉移到清溪陵 在清溪陵的梁格庄 坐落着一座行宫 行宫院子正中建有一个水池 水池的后面是一座大殿 光绪皇帝的光果 足足在此停放了四年八个月 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 光绪皇帝的光果 是如何保存的呢 专家在对丛陵进行挖掘和实验的时候 在棺材里面发现了几样东西 分别是六厘米厚的檀香木 以及四厘米厚的青灰 这些东西都是干燥剂 寒香木和这些青灰过去看来是能防腐 有防腐剂的作用 这些金锦呢 光绪皇帝的光果有十三层之多 它的作用是围平 把棺材里面给围起来 也是为了营造一个干燥的环境 其实这三样东西 以现在人的眼光来看 也是比较科学 经过了这些特殊的处理 光绪皇帝的光果 被奉移到秦宫 每天有当职的官员负责看守打理 1913年光绪的崇陵帝宫正式竣工 就在光绪皇帝的崇陵帝宫 竣工的同一年 一列火车由北京出发 向着青西陵的方向匆匆而来 这列火车上运送的 正是真飞的灵鹫 在停放光绪灵鹫的正殿东侧 真飞的灵鹫就被安放在 相隔数米的殿雨中 遥想无需变法失败后 光绪被软禁在中南海营台 而真飞则被打入冷宫授罚 两人生前最后的岁月中 无法滋首 而在他们去世后多年 光绪皇帝和他最宠爱妃子的灵鹫 在不到十米的距离 共同停放了半年多 1913年11月16日 光绪皇帝入葬崇陵 同一天真飞被移入 距崇陵数百米的崇飞原寝 生前光绪与真飞之间情深意切 却又难于表达 两人未在同年同月同日生 却与同年同月同日葬 或许这也是冥冥之中 对两人情缘的某种安排吧 既然真飞与光绪皇帝的关系如此特殊 那么真飞为什么没有得到后葬呢 史料记载 真飞再次入葬时 已经是民国政府统治中国了 当时的政府并没有为真飞追加陪葬品 只是将他的灵鹫 原封不动的移入 重飞原寝 也就是说 真飞从北京迁葬至清西陵时 并没有重新开关入殓 灵鹫中仍是以代罪嫔妃的身份 下葬时的陪葬品 由此推断 真飞的陪葬品应该不是很丰厚 可是当年官友人 鄂世辰等人 却偏偏是奔着真飞墓中的后葬品 采取倒墓 他们也的确倒出了不少珍宝 这到底是历史记载有误 还是盗墓者的技术有错呢 本该是破败的尸骨 为何盗墓者看到的却并非如此 真实的情况 到底是什么样的 动用高科技设备探测 究竟能否揭开谜底 真飞墓不曾被盗 盗墓者在崇飞原寝中 到底干了什么 那些珍贵的陪葬品 又来自哪里呢 真飞墓被盗案的真相 即将被揭露 真飞墓被盗案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 盗案正在揭露 在1985年编撰的 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集 《夜盗真飞墓》中 有一个细节 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史料根据盗墓者的口供描述到 棺博里真飞的尸体 并未腐烂成一堆铺 脸上的皮肉尚存 五官依稀可变 这就奇怪 在井里抛了近一年的真飞 入炼时 尸体已经败坏得不成样子了 怎么可能皮肉尚存 五官依稀可变呢 在这之后 对比分析真飞墓的档案 和盗墓者的资料 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疑点 专家们几乎一致认定 真飞墓并未被盗 然而这一切 都只是停留在文字资料的分析上 真实的情况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能把真飞墓打开 一探究竟 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只是根据国家有关 文物保护的法令 和清晰灵的管理方案 除了被盗 及其他特例外 不得发掘清晰灵中的古墓 所以 一直未被正式发掘的真飞墓中的情况 至今 还是个谜 有什么办法 可以在不发掘古墓的情况下 而探知 墓室是否被盗呢 2013年9月12日 首都师范大学 三维信息获取 与应用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的专家团队 来到了清晰灵 他们用高科技设备 探地雷达 对真飞墓进行探测 查看里面 是否存有道路 真飞墓被盗案的真相 即将被揭开 探地雷达系统 主要由主机 天线 以及传输光线或电缆组成 对古建主机地下埋藏物 进行监测时 工作人员对测量区域 采取网格式扫描的方法 通过网格装的扫描 人们就可以比较全面详细地了解 探测区域内部结构的分布 在重飞远寝中 专家们开始用探地雷达 沿着真飞墓横向 纵向进行探测 探地雷达通常以脉冲反射波的波形记录 波形是否连续或中断 可以形象地说明 地下的分布情况 通过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测发现 从真飞墓的月台往前4到5米 也就是我站的这个方向 往下1.5到2米的深度 有一个波形的中段 从整体上看 它距离墓穴比较远 而靠近墓穴的地方 波形又比较连续 没有出现中段 所以首都师范大学 三维信息获取 与应用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的专家团队们 一致认为 真飞墓 没有出现被盗的迹象 它保存相对完整 那么新的一点又出现了 既然真飞墓并没有被盗 那在1938年 官友人 厄世辰等人 在重飞远寝中 到底干了什么 那些珍贵的陪葬品 又来自哪里呢 炸药 75年前的重飞远寝上空的巨响 又再次回荡在我们的耳机 到底是怎样的墓室 要令盗墓者非要使用炸药呢 原来在最初建造墓园的时候 重飞远寝中的两座墓大小一样 而且都是用砖头砌成的 据清晰陵文物管理处的档案资料显示 1920年 溥仪再次下旨 对端康皇贵妃的林寝进行修缮 并将弃墓室所用的砖头 改成坚硬的石条 以表尊崇 端康皇贵妃 指的就是真妃同父异母的姐姐 锦妃 锦妃比真妃大两岁 他们从小一起玩耍 一起长大 后来又一起被玄金公 成了光绪的嫔妃 由于锦妃性情忠厚 不像妹妹那样讨人喜欢 因而光绪皇帝相对疏远 两人生前共同侍奉光绪皇帝 死后也是相依相伴 我们之前说过 崇飞原寝内 有两座墓 可其中一座墓 后来被改建过 但这座被改建的墓 并不是真妃的墓 而是旁边那座 也就是真妃的姐姐 锦妃的墓 姐姐锦妃生前并不受宠 可为什么死后 会得到比妹妹更高的待遇呢 原来修建崇飞原寝的时候 真妃和锦妃的位号一度是相同的 因此两人的墓葬规格一模一样 但真妃死得早 锦妃在宫中生活的时间比较长 她去世时已经是皇贵妃 地位较高 因此她的墓葬 也被改建的规模更大 规格更高 按照等级 锦妃的地宫改建时 增添了正金券 子券 门洞券 转召门券 地面上的月台 保顶 也都相应的加宽 加高 如今 锦妃墓月台为0.97米 比真妃墓 高0.37米 它的宝顶 为2.63米 这比真妃墓 高出0.59米 没有被改造过的真妃墓 位于重飞远寝的西侧 而被加高加固的锦妃墓 则位于它的东部 正是由于锦妃墓的高大 才招来了盗墓者贪婪的目光 就在所有疑问 都指向锦妃墓的时候 工作人员又对锦妃墓 进行了探测 根据对现场的勘测 通过正向及横向的雷达图像 在距离月台0.5米到1米处 发现了异常 探测的结果表明 锦妃墓中存在盗洞 而真妃墓 并没有发现 盗洞的痕迹 多少年来 真妃墓空碑被盗之名 而真正被盗的 其实是真妃墓东边的简妃墓 一百多年来 围绕着真妃墓被盗案 以及真妃的死亡之名 一幕幕匪夷所思的戏马 接连上演 而今天 真相 终于大白于天下 时光流逝 大浪逃杀 夜到真妃墓 已经是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往事 如此丑恶的事情 今天也不会再发生了 现在 人们可以欣赏 重飞缘起 迎着芳草清香 穿过古树龙荫 人们会看到 真锦二飞 修复之后的坟营 双双并列于 月台之上 背道义工的唐代古墓 古朔迷离的案情 究竟是什么 使得案情一度陷入僵局 一块偶然发现的移动硬盘 神秘的西安老板 另一场古其眼的盗墓案 即将牵出怎样的线索 使得罪犯浮出水面 痕迹 目标 锁定 档案为您揭秘 盗墓悬案 消失的关锢